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曾出席在美国好莱坞举行的宣传活动 但公开出席韩国活动 此次还是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次 《侠女刀之记忆》讲述了刀及时权利的高丽末年 一个梦想成为国王的男人 为了自己的野心而背叛信赖自己的人 在18年后 被两个一斤想要复仇的女刀客追击的故事 该片将于8月13日在韩国上映 著名男星李炳倩在视频勒索事件后 将在韩国首次公开出席活动引起网友关注 据《乐天娱乐》15日的消息 电影《侠女刀之记忆》将于本月24日举行制作报告会 届时演员李炳倩全杜妍金高恩将悉数出席 李炳倩自去年爆出视频勒索事件后 形象受到负面打击 今年6月29日 他曾出席在美国好莱坞举行的宣传活动 但公开出席韩国活动 此次还是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次 《侠女刀之记忆》讲述了刀及时权利的高丽末年 一个梦想成为国王的男人 为了自己的野心而背叛信赖自己的人 在18年后 被两个一斤想要复仇的女刀客追击的故事 该片将于8月13日在韩国上映